好來關心我們援助民族學生高等教育的受教權益 國立政治大學在今天在校內的行政大樓 舉辦了援助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的成立典禮 希望未來透過援助中心的成立 整合在校援助民族學生的資源 非常的開心援助中心能夠成立 因為能夠繼續的在幫助社團 在凝聚學生上面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重點還是回歸到凝聚 好 學生聽到校園內 可以成立援助民族的學生資源中心 都感到非常的高興 因為政大目前有203位的援助民族學生 為了回應校內援助民族學生的需求 及符合援助民族教育法相關的規定 去年學校就籌設了援助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而在今年的二月向援明慧申請 在今天也終於正式的掛牌成立 是在這裏面上的你 在那裏面上的一種最新的教育 是在這裏面上的掛牌成立